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带您吃的这个凉面也很特别 这是中立中原大学附近的面店 老板从大陆引进快熟又Q软的西塔面 搭配的料可高级了 是新鲜的小龙虾肉还有鲍鱼片 白沙拉当作酱汁 吃起来鲜甜不腻 重点是一份只要75元 当然深受学生的喜爱 等一下 没有吃完不能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无间加面的 所以不能浪费食物 所以要唱歌 那我要唱什么歌 除了博哥跟儿歌不能唱以外 其他都可以 好那我要唱听海 听海枯的声音 不要怪同学笑场了 因为真的好害羞哦 当众在店门口唱歌 这么奇怪的规矩是他 面馆老板叶平花招 因为我们这边面是没有上限的 那很有客人 一张满满一碗 大概七把面 还是汤面的 那 只要你吞得下去 我就有办法吃 那为了我们避免浪费的话 就希望说 有一个惩罚 老板西服是因为他用的食材 可不是一般面店吃得到 招牌的龙虾鲍鱼冷面 老板用新鲜的龙虾沙拉 混合虾软和小龙虾肉 配上多汁有嚼劲的鲍鱼片 怕海鲜味道太重 加点清脆的美式生菜 维持清脆的口感 更特别的是 淋上的酱汁是以白沙拉酱当饼 鱼粉和鲍鱼汁 中和甜味 还得加入虾油提香 上桌前 老板就先帮你把面条拌匀 贴心的服务 高贵不贵的食材 让客人直呼赚到了 有龙虾还有鲍鱼 就是平常不容易吃到 对 就还蛮 然后75点而已 就还蛮划算 有加美乃滋 然后就是还蛮开胃的这样 然后就是夏天 比较会有胃口 那帅哥舍不得放下筷子的 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西塔冷面 当初是老板的姐夫 在大陆亲眼见证 西塔冷面的高原器 那在西塔那个地方 发现有一间面馆 里面大概占地300坪 一二三正楼 满满的人 他们吃的面 就是西塔冷面 所以说他 就是说这个面 既然这么受欢迎的话 那他就把它引进来拆 原始的口味的话 它面条比较硬 那对我们来说 可能比较不适合 对我们的面条改良 是有变得比较软 比较软 比较Q对 然后煮的时间也比较短 一分二十秒就能够熟透的面条 虽然软 但是口感不会烂 尤其制作冷面 得要更注重咬劲 先泡一泡 再洗一洗 然后用水冲一冲 三道手续急速冷却面条 更紧实 也更Q 吃起来跟外面 就是外面的比较 可能会有点比较软 比较容易懒 然后这个比较Q 好吃的了面 也得有实在的配菜衬托 其中手工蛋卷 碎花功夫 同样的摇锅子动作 老板每天就要做个二三十遍 开店两年下来 已经磨出心得 用香油 代替沙拉油 下锅煎更甜香气 但是口感好不好 就由火候来决定 火烦太大 火烦太小 太小 它煎起来会 有点像球铃一样 没有弹性 那 看起来就很像 塑胶 好像假的 吃起来不好吃 把蛋皮捲得细细的 老板说这样咬起来 才会扎实 有分量 小细节也不马虎 因为客人都能感受得到 我蛮喜欢吃它蛋卷 因为它蛋卷吃起来 有一层一层有层质感 还蛮好吃 除了蛋卷 还有凉拌火腿 小黄瓜 加上酸辣泡菜 让你在炎炎夏日 也能够胃口大开 不过西塔冷面的灵魂 是正玩虎货色的高塔 用了什么食材 老板说是商业机密 只透露 有二十多种的中药材 和牛骨 一起熬煮六个钟头 汤头散发出淡淡的花椒香 冰冰凉凉的喝 还够味 只有夏季推出 但是一天就能卖出 一百三十万 全店三分之一的营业额 全靠它 像这种热天气的话 吃这种冰冰凉凉的面 其实还蛮舒服的 一般凉面就是 汤都是非常的那个 就是味道很重 然后就是用少量 然后拌很多面 然后这不一样 这比较清淡 然后还可以喝汤 拜拜 拜拜 上门的客人 以附近的学生居多 原本沉默寡言的老板 现在也能够 和他们打吃鱼片 靠着这股清和力 还有特色口味的冷面 即使飙高位的夏天 很容易让人没有胃口 但是店里 依旧能够高铬满座 充满年轻欢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